本港流价在去年一升再升 加上股市暢黄 税局在上个财政年度 税收创新高达到2,090亿 较对上一个年度增加1成7 税收当中有6成8 来自入息及利得税 有1,430亿元 人化税收入达到510亿 较对上一个年度升两成 税务局预计 今个财政年度 税收会下调4% 达到2,010亿 主要是印花税收入会降至400亿 今年的楼市及股市是特别暢黄 大家知道今年利息偏低 而有热钱的楼入 加上人们对楼宇的期望 所以令到物业市场是特别满弱 明年很难预测一个这样暢黄的市场 所以我们比较股手的 估计是400亿元 至于法定最低工资实施之后 朱监元说 对税收影响不大 因为领取最低工资的市民 都不会跌入税网 税务局又说 已经发出205万份报税表 市民收到信 在6月3日或之前就要交 如果在网上报税 就可以延迟一个月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韩容生不得 税会一下 crash